今天上午跟大家来说一下数字货币 通过电子方式进行资金交易的数字货币 实用化是已经进入到视野当中 在全球有六成的中央银行 正在着手实验验证 那么新银市场国家 以任何人都能够享受金融服务的 普贵金融为目的 也是发挥主导 而日欧美也是逐渐在行动起来 数字货币的浪潮还蕴含着 动摇以美元为顶点的货币主权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 在柬埔寨全国的咖啡馆 都会写着此处可以使用 BACO这样的一个红色的牌子 引人注意的是 BACO是该国20年10月份 开始发行的一个数字货币 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专门的APP 利用电话号码和二维码 就可以用于柜台的支付 那么BACO它是由柬埔寨的 央行发行和管理的数字货币 由于是与现金相同的法定货币 原则上它就是可以在 任何地方使用的 我们看到国际清算银行 BIS1月份发布的 65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研究数字货币的央行当中 处于实验阶段的比例 在2020年是约为是60% 那么相比一年之前的42% 是有所增加的 由此可见 实用化将进一步得到推进的2021年 将会成为一个数字货币元年 从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来看 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行意愿强烈 主管加勒比海八个国家和地区的 货币政策的东加勒比央中央银行 3月底发布消息表示 已经实验性启动了数字货币 Dcash它的发行 正如手机在固定电话普及 迟缓的新兴国家市场一样 迅速普及这样的一个银行网点等等 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国家 它们引入数字货币的意义 其实要比那些更完善的国家还要大 原因是瞄准了任何人 都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一个普惠金融 没错 你这个类比还是非常的恰当 那么这个柬埔寨的7到8成的民众 是被认为没有开设银行账户 那么手机的一个普及率 则是高达了150% 即便是没有银行网点的农村地区 也可以利用智能手机来进行汇款等 那么这个柬埔寨的国家银行总干事 就充满期待地表示说 货币政策的控制容易发挥作用 在柬埔寨存款的8成以上为 信用等级高的美元计价 如果说本国的货币的流通少 通过利率和货币供给量来调节 来影响到经济和户价 那么货币政策的效力将会减弱 另外还可以隐约地看到 希望利用央行数字货币 夺回货币主权的一些想法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货币的形态从未如此剧烈地发生改变 数字化把货币从现实的智库中解放出来 将动摇现有的秩序 从民众的生活到国际货币的势力版图 都存在被改变的可能性 20年的12月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的10万人 参加了数字人民币的验证试验 测试在通信环境不佳的时候 能否用于汇款或者结算 针对能否发挥货币功能而进行一场实验 另外中国还寻求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前 来正式发行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也是在2月份的时候 宣布与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央行 以及香港金管局启动数字货币的共同研究 目的就是要寻求构建 与海外相互转移数字货币 实现跨境结算的机制 这个看起来也是在 瓦解美元一强格局的行动 那么拥有全球流通货币的日美欧 一直是对于央行数字货币 持一个谨慎态度 这也是因为洗钱风险 与现有银行体系当中的一个共存 等等很多课题 风向发生转变是在2019年 那么这契机是除了数字人民币以外 美国的Facebook提出了 数字货币Libra构想 如果新的国际货币诞生 那货币主权将会动摇 还存在夺走央行垄断货币 发行收益的风险 日美欧一直在央行数字货币 联合研发小组等国际合作框架之下 制定应对措施 在背后其推动作用的是 担忧在数字货币技术和制度设计方面 被中国掌握国际标准 导致自身就会陷入不利地位的 这种危机感 那么再说到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是自4月5号开始 启动了确认央行数字货币 在系统上能否发挥功能的实验验证 那么在欧洲央行也有计划 在年内会针对 是否推进数字欧元项目得出结论 当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3月时候也表示说 没有必要加快推进计划 要在多大程度上推行 可能瓦解现有货币系统的 央行数字货币 看来日美欧方面还是在犹豫不决 中国是全球最早开始成立官方机构 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 14年中国央行成立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设计出第一种实际可行的 央行数字货币 数字人民币开发进度领先全球 当其他大部分国家到现在 都还处于初步研究阶段 中国早在19年就已经开始了 数字人民币的落地试点实际测试 目标是要在22年的冬奥中 让数字人民币成为围绕冬奥 全场景消费 据知识人士透露 这个拜登政府正在加强 对于中国数字人民币计划的审查 一些官员也是担心 这项举措可能会颠覆美元 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 长期计划的开端 那么知情人士称 随着中国数字货币 各项工作的蓬勃开展 美国财政部 国务院 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 也是在加大努力 想要来了解数字人民币的潜在影响 据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官员不太担心 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结构 会马上面临挑战 但也希望了解数字人民币 将如何分配 以及是否也可以用于 绕过美国的制裁 美国财政部一位发言人 他不予置评 如何分配数字人民币等 诸多关键细节 还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期间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与四家中资机构 合资成立的金融网关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表明数字人民币 可能在当前金融体系 结构内部 而不是在这之外进行运作 也有知情人士就透露说 美国官员觉得中国使用 数字人民币的意图 不是要绕过美国的制裁 鉴于美元目前在跨境交易当中的 支配地位 美国财政部可以一举来切断 某家企业甚至是某个国家 进入到全球金融系统的 大部分的通道 那么中国官员 此前也是表示说 数字人民币注重是代替纸钞和硬币 减少它的使用加密货币的动机 那么对于目前由蚂蚁的支付宝 和腾讯的微信支付等等 私营部门运营的电子支付系统 形成补充 之前人士表示 拜登政府目前不打算 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中国的 数字货币的长期威胁 不过他们也表示 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计划 让美国考虑推出数字美元 有了新的动力 鲍威尔在2月的时候表示 美联储看待数字美元非常谨慎 耶伦也表现出来对于研究数字美元 可行性的兴趣了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近期一份报告就指出 任何外国数字货币对美元 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 核心地位的威胁程度 将取决于制定的监管规定 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存底的占比 是仅仅略高于2% 而美元则是接近60% 在中国坚持严格的资本管制下 政策决定而非是一个技术发展 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因素 18号晚上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省周小春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上就指出 中国研究退出数字货币的初始动机 其实并不是将它用于跨境支付 跨境支付还牵扯很多特别复杂的事 他表示要尊重各国央行的货币主权 利用数字技术 照样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方便性 而不是采取某一个货币 就要一统天下的做法 确实 这也是符合一个 现在全球化的一个路径 那么现在数字货币 未来它究竟发展路径会如何 我们现在暂时是无从得知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一旦是开启的话 必将也会打开一片全新的领域 不知道这个数字货币 真正推出的时候 不光是在于这种 很多政策方面的交易 也许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来讲 又是一堂需要真正好好去学习的课 尤其是老年人了 没错 所以我们就要活到老时到老 好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也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